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大家 今天下個小雨 各位還這麼熱情地來參加這個演講 所以接下來這兩個小時 絕對不能將各位的青春浪費了 你把兩個小時的青春獻給我 那麼我要獻什麼給你們呢 今天我們這個題目 你可以說 為什麼叫說你唱得好聽 那其實說的比唱得好聽有很多解讀 其中一個解讀就是 以下所說純屬虛構 那個叫做說的比唱得好聽 對不對 是子虛烏有 那是一種解讀 那當然我希望我下面 不是純粹在賣狗皮膏藥 應該是絕對要有真實的內容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所謂的說的比唱得好聽 是因為說跟唱之間是有些不同點的 如果你看這個圖 說話的人跟唱歌的人都拿這個麥克風 都有肢體的語言 都有音色 都有表情 對不對 那可是說話呢還比唱歌多一些 尤其在中文的裡頭 因為我們是有聲調的語言 所以當我們在寫歌曲的時候 還要跟我們的聲調搭配 才不會聽起來有諧音呢 可是唱歌的時候呢 如果是有聲調的語言 反而是唱不出那個聲調來 常常會有諧音 舉例來說 趙蓮蓮先生有一首歌 叫做 叫我如何不想他 那首歌叫我如何不想他 記不記得 可能你們的年齡不及格 可是這個歌叫我如何不想他 聽起來有點叫我如何不像他 這就是我們中文說話的時候有聲調 可是唱歌的時候 那個調如果沒有放在對的地方 聽起來就會有諧音 還有一首歌 各位你們的年齡應該知道吧 蔡琴有一首歌叫做 恰死你的溫柔 對不對 那個歌常常被別人取笑 叫做 恰死你的溫柔 這就是另外一個 在說話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有聲調的語言 所以它的一揚頓挫 它的語意 有不同的同音字透過聲調來表達 可是常常在唱歌的時候 會有諧音 那就是說的要比唱的好聽 唱的有些東西 是不能夠把全部的意義表達出來的 那今天我們來做這麼一個分享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聽眾 就有什麼樣的講源 有什麼樣的聽眾表現 那麼演講的內容 就有什麼樣的品質 所以各位要想想 你要做什麼樣的聽眾 我的觀眾是屬於非常有反應的觀眾 還是沒有反應的觀眾 他會影響要做公共表達的人的意願 跟他的品質 那麼你就知道 我大概是希望各位在座的老師 同學們能夠有些反應的 所以我一開始會問大家一個問題 請你給我一點反應 你覺得當你聽一個演講 聽不懂 或是不想聽 是為什麼呢 如果聽不懂 你覺得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有一些名詞 其實沒有強硬 有一些的名詞 太深奧 那是什麼讓你整個不想聽 實在聽不下去 這樣子講話太含糊 講話含糊 讓你實在聽不下去 對不對 好 那我一開始呢 就要跟大家談論一下 有人會說 奇怪 你的PPT 怎麼跟你的講義有些觸碰呢 這是因為 每一個講員 在最後一分鐘的時候 他都要重新去思考 他講的內容 雖然這個演講 在被邀請的那一天 幾個月以前 就已經開始準備了 但是不斷的準備過程 到那最後一分鐘 還會覺得有一些需要重新思考 重新更連貫的 所以呢 我今天是用我最新熱騰騰 剛出爐的PPT 跟大家分享 那麼裡面大同小異 可是有一些東西 我覺得它的次序 需要調換一下 還有一些東西 我要說得更清楚 所以會用這個PPT 作為演講的主軸 那當然它也會放在平台上面 供大家下載 我今天要講的第一個重點 就是 當我們做口語的溝通表達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理論是什麼呢 叫做一個巴掌拍不響 所謂的一個巴掌拍不響 各位看 就像是要跳舞 要跳一個探歌舞的時候 那一樣兩個人才能翩翩起鼓 對不對 那一人動作是受到另外一個人動作的影響 才能夠互相配合 跳出一個很好的舞蹈來 那同樣的 我不用這個非常艱深的一些的名詞 來解釋這個理論 但是我用大家耳熟能詳的這種理語 一個巴掌拍不響 那你就知道了 當你要能夠好好的溝通表達的時候 那那個接受你訊息的人 其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實你們是互相的眼神交會 然後在互相的互動當中 才能夠互動從下面的動作是什麼動作 對不對 下面我要轉一圈 還是我下面要跳起來 這對話看你的表現 才能決定我下面的舉措 所以我覺得一個溝通理論 叫做一個巴掌拍不響 它一定是要看彼此互相的互動 所以呢 我覺得任何一個口語表達 應該有三個層面來跟大家分享 當然最主要的就是內容了 那說到內容 演談分析學者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批判演談分析學者 叫做James G 他給了兩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 就是當你選擇內容的時候 也就是當你選擇 你要唱什麼歌曲給大家聽的時候 那個選歌很重要 那個歌呢 就是所謂的重要的議題 他用大C conversation 在我們的社會上會有一些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或在我們的文化裡 在我們的學界 在你的領域當中 什麼是重要的話題 那個是你的自選曲 你的C 那第二 無論你在講什麼內容的時候 一定會從你的表達當中 看出來你的文化價值觀 你的顏色 各式各樣你相信的東西 會透露出來的 所以關於內容方面 你的內容 重量議題 跟文化價值觀 是兩個重點 那麼當你在做 譬如說課堂上面的一個最後報告 或者是講課 或者做一個學術的發表 你的目的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裡有兩點很重要 我們做發表的時候 是要為什麼來發聲的 這是所謂的advocacy 你是為誰發聲 也就是說哪一些的真理 哪些事實 你希望把這些混淆視聽的東西 你希望呈現出來什麼樣真實的狀況 替什麼人發聲 這是一個重點 另外一個 我覺得當我們今天這場演講完畢之後 我作為一個演講人 要得到力量 Empower 那麼你作為聽講的人 你要因為透過給力 你也得到了自由 得到了力量 得到了人生一個新的境界 或者一些新的啟發 那個也是我們溝通表達的主要目的之一 那當然下面是呈現的方式 現在的口頭發表幾乎沒有不用PPT的 而且幾乎沒有不用多媒體的 所以這些都已經變成了我們 輔助我們演講的一些後面的東西 那尤其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銜接跟連貫 我記得我的最小的兒子 我有四個孩子 我的老妖 我的老妖呢在高中的時候 她有一次回家跟我說 我們那個物理老師上課真的很混 我說怎麼回事啊 她說我們物理老師上課的時候 那個PPT從第一章念到最後一章 她說如果這樣子可以教物理 那我也可以教 所以當那次我的小兒子Michael告訴我 她的抱怨 她的抱怨 我從那一刻開始我突然提醒自己 當我在講我的PPT的時候 我是不是一張啪按下一張 啪再按下一張 張張之間的關聯到底是什麼 我有講清楚 所以那個聲音就一直的提醒著我 就是連貫性 那當然我們下面還會看到肢體跟語言 另外我覺得有兩個重點 就是你的觀眾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前面一直不斷地提出一個巴掌拍不響 你要為你的觀眾量身打造他們需要的東西 那可是我覺得最後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當各位在這裡聽別人怎麼做溝通表達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原理原則 但是我要說的是 請不要忘記你自己個人的特色 一定要掌握你個人的特色 在那個特色之上再發揚光大 所以不要把你自己給忘掉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講一講 剛才我所提的三個主要內容 第一個 說到做溝通表達的時候 要選什麼歌是最要緊的 就是要講什麼 你的內容很重要 這個也像當你要做一個研究 要選擇話題的時候 到底要選擇什麼 我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2008年的時候 我在美國的 Wheaton College 教書 當時呢 我們邀請了一位 美國非常有名的社會語言學家 叫做 Walt Wolfram 到學校來演講 他也是 Wheaton College 的傑出校友 他在大一的時候呢 他是提寶生 你看他這麼壯碩的身材 他是打美式足球的 那麼他是提寶生 到了學校來 第一年要修大一英文 就跟大家以前一樣 要修什麼大一博文 現在已經幾乎 比較多人化 他要修大一英文 結果呢第一年 第一個學期就會當不了 那大家對於提寶生 可能有一個刻板印象 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 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 對不對 所以呢 他作為一個提寶生 好不容易 透過獎學金 進入了 Wheaton College 來到就這樣子 配二一 就出門了嗎 出去了嗎 心有不甘 不行 所以呢 他要第二次再重修的時候 他就去跟這個老師 教大一英文的老師 請教